1173年亚电首都温格堡 一个有着四分之一精灵血腾的女婴孤孤坠地 但她却是一个畸形儿 她儿时的命运非常悲惨 因为畸形儿肯定不会受父母的待见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就以4马克的价格 把她卖给了一个女术士 这个女孩就是本书的女主角叶妮芙 不过这是《猎魔人》电视剧的原创剧情 小说是在快结束的时候 才随便描写了几句叶妮芙儿时的情况 电视剧把小说里的很多地方都给做了延伸和补充 有些地方我觉得填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此处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整体上那部电视剧 我是把它当成一部喜剧来看的 因为我是先看的小说后看的电视剧 我相信所有看过原小说的同学 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很多地方都非常搞笑 目前这部剧是出了三季 口碑小崩 但也还好勉强能看 不过肯定跟权力的游戏没法比 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买下叶妮芙的女术士名叫蒂沙亚 她非常非常牛叉 可以说是法力无边 在这个世界上有几座专门教人学习魔法的学校 其中位于泰莫利亚境内的 仙尼德岛上的艾瑞图萨学院 教学质量远远超过其他的所有学院 是《猎魔人》世界的顶尖学服 这座学院的校长就是蒂沙亚 但是这座学院只招女生 这就导致这个世界上的牛叉术士 基本上都是女性 能叫上名字的牛叉男术士 屈指可数 但是牛叉女术士却多得一匹 艾瑞图萨的学费是极其昂贵的 不过这笔花销绝对物超所值 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 不是成为国王的顾问 就是成为某领域的大麻 就业前景太好了 蒂沙亚看中了叶妮芙的无限潜力 所以蒂沙亚买下叶妮芙之后 就让她免费留在学院里进行学习 后来蒂沙亚还帮叶妮芙治好了她的驼背 蒂沙亚对待叶妮芙就像是母亲对待女儿一样 叶妮芙毕业之后 在电视剧里她成为了亚电国王的顾问 小说里这段是真空的 而电视剧里补的这段剧情补的非常好 当时亚电国王是维尔弗瑞尔 叶妮芙一口气为她服务了30年 她的王后嗝了之后 她又纳了个新王后 这个新王后是莱里亚国的贵族 莱里亚和利维亚原先都是亚电南方的小国 这两个国家因为互相联姻就合并成了一个国家 现在叫利维亚和莱里亚联合王国 亚电国王的新王后就是来自于这里 新王后接连为老国王诞下了数个孩子 但全部都是女儿 某天新王后带着自己尚在墙堡中的小公主 回莱里亚醒亲 老国王派卫队和叶妮芙负责沿途保护王后 途中突然冒出来了一个杀手 这是一个绝顶高手 轻轻松松就把整个贵队给灭了 叶妮芙自知不是其对手 废开传送门帮王后逃走 但没想到杀手居然知道他们传送去了哪 杀手也开了个传送门追了上来 叶妮芙知道这是有人在王后的某件饰品上施了魔法 就相当于是安了一个追踪器了 那会是谁这么歹毒 想要取王后和小公主的性命呢 显和意见 就是老国王和他前妻生的那个王子呗 就是后来的德马维三世 玩过无事二的同学肯定对他都不陌生 那个CG动画我至今记忆犹新 最终王后和小公主没能幸免于呢 叶妮芙倒是逃走了 那他肯定就没脸再回温哥堡了 另外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没过多久 老国王也挂墙上了 德马维王子继位 叶妮芙不愿意向这么一位蛇蝎心肠的家伙提供服务 于是他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 多年后他辗转来到了瑞达尼亚的林德城 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瑞达尼亚是在泰莫利亚北方的王国 他的国王还记得叫什么吗 维兹米尔二世 现在我已经介绍过三个国家的国王了 分别是泰莫利亚的老夫国王 亚电的德马维国王 以及瑞达尼亚的维兹米尔国王 林德城这里非常缺术士 因为林德城的市议员们对术士有着满满的恶意 只要有人施展魔法 那他就得交税 而且是惩罚性的重税 有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他们就觉得这些术士用魔法给人看个病 或者给人算个命就能赚钱了 那术士赚钱赚的也太容易了吧 不行 这必须得刻意重税 所以沉重的税费 把原先在这里谋生的术士们都给吓跑了 而叶尼弗一看 这地儿好 没有别的术士跟自己抢生意 于是他就在林德城内 为大众提供有偿的魔法服务 而且他非常执拗地拒不缴税 因为有个来自诺维格瑞的大使 为他提供了庇护 诺维格瑞是北方最大的城市 它虽然位于瑞达尼亚境内 但它却是一个自由贸易城邦 不属于瑞达尼亚管辖 诺维格瑞驻林德的大使挺喜欢叶尼弗的 就让他住进了自己的豪宅 所以林德城的法律无法约束叶尼弗 官员是无法对其征税 商人是眼瞅着叶尼弗赚得盆满钵满 而自己只能干瞪眼 这就导致当地的官员和商人们 都特别讨厌叶尼弗 甚至到处散播叶尼弗的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林德城外 杰洛特和他的好朋友丹德里恩 正在庞塔尔河边钓鱼 杰洛特和丹德里恩的关系 就像是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关系 俩人非常要好 整个小说中 丹德里恩陪伴杰洛特的时间是最长的 丹德里恩是一位银游诗人 他的诗歌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只不过他老是管不住自己的兄弟 跟很多人妻 甚至是贵族的后宫有染 但就这么一位花花公子 在电视剧里居然给人家改成了个通吃 哇 第一天 你为了政治正确 把一些肤白貌美大长腿的角色 给换成绑大腰圆大象腿的黑妞 我也就是忍了 关键是你还让我们去看俩大老爷们 你弄我弄肯来肯去的画面 那我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我感觉我受到了冒犯 我找谁说理去啊 丹德里恩特别喜欢 到处宣扬杰洛特的英勇事迹 导致杰洛特这么一个形式低调之人 慢慢变得越来越出名 这天丹德里恩从河里 调上来了一只陶瓷罐 丹德里恩开心坏了 妖魔法瓶 这里面肯定住了个灯神 只要我把他释放出来 那灯神就会满足我的三个愿望 杰洛特大喝一声 住手 别碰他 说着就上手来抢 丹德里恩大喊 这是我的 你撒手 杰洛特说 我知道是你了 我不让跟你抢 你千万不要打开盖子 否则的话 嘣 哎 吸吧 刹那间一股黑盐 从瓶子中冒了出来 然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怪物的样子 丹德里恩赶紧许愿 登神 我的第一个愿望 是让那个隐游世人某某某中风死掉 第二个愿望 是让某某某伯爵的女儿爱上我 当丹德里恩准备说出第三个愿望的时候 怪物的身形已经完全显现出来 他一把掐住丹德里恩的脖子 丹德里恩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杰洛特连忙挥剑砍怪 但剑身接触到怪物的时候 怪物又变成一阵烟雾 也就是说这个怪物不吃物理伤害 杰洛特骂了一句空 瞅你大眼 然后迅速截了一个阿尔德法印 打向怪物 于是怪物就飞走了 杰洛特连忙查看丹德里恩的状况 丹德里恩似乎是中毒了 口吐鲜血 还说不出来话 杰洛特只好把他放到马背上 前往林德城求医问药 只不过当杰洛特来到林德城门口的时候 天色已晚 城门已经关闭了 好心的门位 让这二人先到旁边的门房休息一晚 门房里有三个男人 也是要在这里过夜 等到明天城门开了之后才能进城 其中有一个男人 名叫凯瑞尔丹 他有一些止痛药让丹德里恩先喝下 这个时候丹德里恩的脖子 肿的都已经鼓起来了 就跟青蛙鼓的包似的 开瑞尔丹说 你朋友完蛋了 这不是中毒 这是中诅咒了 你得赶紧找个术士解咒 但是林德城里没有术士 不对啊 我忘了 有一个女术士 她住在诺维格瑞大使的家里 只不过她得罪了这座城里的达官显贵 市长派人守住她住的地方 挡住一些去找她的顾客 想让女术士没有生意可做 你若是想找她求助的话 那就准备好钱财 贿赂外面的守门人吧 毕竟善善大门为钱开嘛 杰洛特点点头 向人表示了感谢 一日城门刚一打开 杰洛特就进城前往大使的住处 然后门口果然有个家伙 拦住了杰洛特 杰洛特掏出自己的钱袋子 颠了颠 守门人不懈的说 哼 别想贿赂了 然后杰洛特直接用钱袋子 把守门人给砸晕了 果然善善大门为钱开 杰洛特进入豪宅之后 先看见了喝得醉醺醺的大使 他身上是一丝不挂 来到楼上又见到了一个 正在睡觉的黑发国体美女 就是叶尼弗 看来叶尼弗在这儿受到大使的庇护 那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不过叶尼弗的性观念非常开放 不就是跟人睡个觉吗 多大点事 叶尼弗和杰洛特 都是能把爱和性分开的人 爱必须是纯洁的 但是跟谁上床这也无所谓了 这是解决生理需求 就像我跟别人就只是吃个饭而已 难道你还会吃醋吗 那我跟别人就只是趴个趴而已 你有啥可吃醋的 我又没变心 叶尼弗听到脚步声 还以为是大使 结果起身一看吓了他一跳 杰洛特赶紧做自我介绍 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叶尼弗说 听着挺复杂的 我先去洗个澡 杰洛特说 叶尼弗女士 时间紧迫呀 我好朋友都快记了 叶尼弗说 没有热水和香皂 不洗干净 我什么都干不了 你可以在我洗澡的时候 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详细的讲给我 小说里有很多女性是 不洗干净 什么都干不了 男性是 你不让我喝着酒 润着喉咙 我什么都讲不了 我这会儿也想润润喉咙了 要不然我什么也都讲不了了 此处很适合打个广告 只可惜我没有接 叶尼弗邀请杰洛特一块洗 因为杰洛特身上味太窜了 他说 我光闻你身上的味 不仅能猜到你坐骑的年龄和品种 甚至连他是什么颜色的 我都能闻出来 不过俩人在洗澡的时候 叶尼弗是施展了一招隐身术 叶尼弗可以看见赤条条的杰洛特 但杰洛特却看不见叶尼弗 太不公平了 通过杰洛特的描述 叶尼弗知道那个所谓的灯神 其实就是一只狄精 而且他当时绝对不是被杰洛特的 阿尔德法印给打跑了 可能是因为丹德里恩许了俩愿望 他就实现丹德里恩的愿望去了 这种狄精 他确实能够帮人完成愿望 但是他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样 对待主人是很温顺的 通常不等人家许愿 他就赶紧把那人给弄死了 这样他就不用完成对方许的愿望 丹德里恩还算嘴快 说了俩愿望才被狄精给拦下来 洗完澡之后 叶尼弗穿上衣服 这才献出本体 他开了一个传送门 抱着杰洛特 直接传送到了丹德里恩 一个小时后 他就把丹德里恩给治好了 但是叶尼弗根本不想收钱 他想要那只魔法瓶 因为他想抓住那只狄精 叶尼弗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变漂亮 以自己不能生育作为代价 治好了自己的驼背 但是他现在年龄已经很大了 他越来越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这就跟很多丁克似的 盯着盯着就后悔了 年龄越大越想要孩子 所以他抓那只狄精 是为了让自己恢复生育能力 只不过瓶盖在杰洛特身上 而杰洛特认为这东西很危险 就不愿意给他 叶尼弗说 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 于是叶尼弗就对杰洛特施了个法术 杰洛特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他变成了一个完全听从叶尼弗吩咐的傀儡 等到杰洛特回复神志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和凯瑞尔丹被关在地牢里 于是就问对方发生了啥事啊 咱俩咋被关起来了呢 凯瑞尔丹说 叶尼弗离开之后 你先是跑到一家当铺 一拳打碎了老板的两颗牙 老板倒地之后 你又往人老二上补了几脚 店里的伙计冲上前想要阻止你 然后你把伙计扔到了窗户外面 接着你又冲进一家药剂店 拽着老板的头发把人拖到了集市上 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通演讲 把人臭骂一顿后 扒掉了人家的裤子 然后当众打了人家的屁股 紧接着城里的守卫出动 杰勒特说是守卫们把我扔到这儿的 凯瑞尔丹笑了笑 他们倒是想 你把所有守卫都给撂翻了 然后冲进神殿 强行给神殿里的祭司上了一堂 要尊重女性的课 只不过言语有些粗鄙 旁边的那群小孩听得倒是挺开心的 紧接着地方军队都出动了 你眼瞅着马上就要被大谢拔快了 好在这个时候你晕倒了 在你晕倒的时候 那些刚才被你揍过的人冲上来揍你 我看不下去就上前与他们理论 结果我就跟你一块挨了顿胖揍 还跟你一块被扔进了地牢里 杰勒特说 以你所说 我这情况估计是得上绞刑架了 很抱歉连累了你 叶尼弗耍我 这时四个守卫走进地牢 他们摩拳擦掌 想要在吊死杰勒特之前 再让他吃点苦头 这个时候杰勒特是被绑起来的 然后他又挨了守卫们的一顿胖揍 守卫一边打他 一边说 某某议员让我问问你 你还有什么遗愿吗 杰勒特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 恶狠狠地说 我希望你被炸成碎片 你这婊子痒的 然后砰的一声 守卫被炸成了一滩糊糊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杰勒特赶紧趁机拿上钥匙 给二人解开镣铐 从地牢里逃了出来 他冲去大使家里去找叶尼弗 叶尼弗以为丹德里恩才是狄精的主人 所以逼他许下第三个愿望 这样狄精就自由了 然后他就可以施法去抓住这个狄精 再然后他就可以向狄精许愿了 但是丹德里恩许完愿之后 这只狄精的力量依然非常恐怖 叶尼弗根本无法将其控制 眼瞅着自己法力就要耗尽 过度使用魔法 是直接能把自己的生命给消耗完的 叶尼弗和狄精的斗法 把周围搞得是一片狼藉 外面也是暴风雷电不断 杰勒特来到现场之后 多次苦口婆心 想劝叶尼弗放弃 但叶尼弗死活就是不肯放弃 杰勒特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原来灯神的主人不是丹德里恩 而是自己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杰勒特骂了句空 还用阿尔德法印打了狄精 他当时说的那句脏话 直译过来是 回去fuck你自己去吧 这就是杰勒特许的第一个愿望 狄精嗅的一下飞回自己家里 撸管子去了 这个画面想想还挺逗的 狄精一边流泪一边撸 明明人家是不想的 刚才杰勒特在地牢里是许了第二个愿望 把守卫给炸碎了 明白咋回事的杰勒特许下了第三个愿望 紧接着现场发生了大爆炸 杰勒特和叶尼弗抱在了一起 都没受伤 但是狄精跑走了 小说里虽然没写 杰勒特的第三个愿望到底是啥 不过通过后文可以反推出来 他是许了一个让两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愿望 那除了让叶尼弗疯狂的爱上我之外 还能是啥呢 从此之后 叶尼弗对杰勒特的态度瞬间变得特别温柔 刚刚才死里逃生的俩人 在这一片废墟里就迫不及待的退去对方的衣服 然后镜头他瞄的就切走了 作者不喜欢直接描述这些事情 他是切到了丹德里恩和凯瑞尔丹那边 这俩人发现了那俩人在那那啥呢 作者是描写了这俩人的反应 以上就是杰勒特和叶尼弗相识的过程 相当于俩人都耍了一下对方 你把我扔进监狱 我让你爱上我 然后小说就切走了 他不是连贯叙事的 刚开始不知道为啥 杰勒特就又恢复单身了 在一年多之后的一次屠龙旅程中 他又遇到了叶尼弗 这个屠龙的故事相当于是一个支线故事 虽然我觉得也挺精彩的 但是我觉得要讲的内容太多了 那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 咱就跳过吧 简单提一下 屠龙小队要去图的是一条非常罕见的金龙 而金龙自己还幻化成人形 带着俩牛混进了屠龙的队伍里 他化名三寒鸭 跟杰勒特成为了朋友 最后这场屠龙之旅 没有成功屠龙 通过杰勒特和叶尼弗的对话 得知那天杰勒特把人睡了之后 第二天悄陌生的走了 叶尼弗孤身一人漂泊数十载 好不容易觉得幸福要来了 这睡了一觉幸福又走了 因为那个时候 杰勒特还没有做好 要和一个女人长期相处的准备 这件事令叶尼弗非常生气 不过俩人后来在屠龙的旅程中又和好了 但是后来俩人又分手了 这又是咋回事呢 叶尼弗不远千里 带着杰勒特跑去了 纳洛克国的爱德金维尔城 看地图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非常偏远的地方 那叶尼弗跑这么老远来干啥呢 来与老情人相会 不是啊 你想见老情人 你还不自己去吧 你还带着现任男朋友去 你咋想的呀你 某天早上杰勒特醒来后 发现叶尼弗不在枕边 在家里转了一圈 他也不在家 那他会去哪呢 杰勒特出门跟当地的一个商会会长聊天 会长希望杰勒特在这多待一段时间 因为这里山高路远 没什么人才愿意往这跑 杰勒特在这多待一段时间 那就能多收拾掉一些怪物 但杰勒特表示 他会尽快离开这里 会长问 列某人先生 难道你不跟那位跟你一起来的女术士一起离开吗 此话怎讲啊 我跟他一块来的 我当然要跟他一块走了 会长说 但是那位女术士每次来这都会在这待很长时间呀 之前他都是住到我们这的那位男术士伊斯崔德的家里 这次我看好像你俩是住一块的 这个会长真是看热闹的 不嫌事大啊 没有瓜自己创造出来个瓜也要吃一吃 杰勒特当时都惊了 男术士伊斯崔德 跟我来的女术士以前经常住他家里 他家住哪啊 会长说 出了门左转 沿着那条路 就到了 杰勒特起身就直接奔向伊斯崔德家了 一推门 只见伊斯崔德一个人在家 真怕看见了那个画面 俩人寒暄了几句 便扯到了叶尼弗 伊斯崔德说 我们俩认识很久了 但关系却一直卡在炮友的状态 我想跟他更进一步确立永久的正式关系 杰勒特问 那他怎么说 他说他要考虑一下 我知道妨碍他做出决定的那个人就是你 所以我想请你离开他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提条件 此言不说还好 一说反而激起雄性的胜负欲了 杰勒特说 不可能 现在他是我的人 而我绝对不会放手 你死了这条心吧 伊斯崔德冷笑一声 哼 你只不过是他的临时情人 玩什么真爱呀 杰勒特说 你怎么知道临时情人是我 而不是你呢 很明显我才是胜算更大的那个人吧 伊斯崔德问 你是从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呀 杰勒特大声说道 因为昨天晚上跟他啪啪啪的那个人是我 哪 就这啊 伊斯崔德笑说 那今天早上跟他啪啪啪的那个人 还是我呢 我们刚结束 他刚走 你要是早来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杰勒特被怼得哑口无言 这不就是跟你趴了个趴吗 多大点事啊 我完全不介意 伊斯崔德说 对啊 他跟你不也就只是趴了个趴吗 多大点事啊 我也完全不介意 哎呀 我的妈 这俩男人都好大度呀 光明正大在这儿忽略 干脆你们住一块儿得了 还能时不时的来把三坡 抢啥呀 有啥好抢的 每当到了夜深人静 你们想要愉快的玩耍之时 猎魔人先生 请 不 术士前辈 您先请 那要不一块儿 别一银了啊 俩人虽然都很大度 但他们的谈话并没有这么愉快啊 杰洛特回到家之后 叶尼弗已经回来了 叶尼弗一眼就看出杰洛特很不对劲 索性全都认了 杰洛特说 如果你想选择他的话 我是不会阻止的 没想到叶尼弗非但不认为自己有错 他一听这话 他反倒来劲了 你阻止我就凭你 我眨一下眼就能把你送到十万八千里开外的苦寒之地 你指啥阻止我呀 然后杰洛特又哄叶尼弗哄了半天 不是谁是出轨的那个 我怎么看懵了呢 当然他们的这种关系 可能也不存在出不出轨 毕竟这俩人也没有确立正式的关系嘛 到了第二天 俩男人又碰了个面 相约要以决斗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说的那个人就死了 那肯定就退出了 但是当会长听说 列摩人要和术士进行决斗的时候 他慌了 他的本意是想为这座城市多留住一些人才 结果这俩人居然要为了一个女人而决斗 列摩人死了 那还好说 本来他也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早晚他都要走 但这位术士可是我们这座城的鬼宝啊 万一他死了 谁还愿意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啊 会长甩给杰洛特一百马克 想让他赶紧走人 杰洛特说 你要是再敢多一句废话 我就把这一百马克塞进你那拉臭臭的地方 又过了一天啊 到了决斗之时 杰洛特看对方拿出了一把剑 一个术士居然想要用剑跟自己决斗 这哪是来决斗的啊 这分明就是来送死的啊 杰洛特问他 你为何要用剑呀 伊斯崔德伤心的说 叶尼弗用这只鸟给我送了一封信 他拒绝了我 我不能没有他 如果失去他 我宁愿死 现在你高兴了 拔剑吧 杰洛特听完直接愣在原地 他并不是高兴叶尼弗拒绝了伊斯崔德 从而选择了自己 而是他猜到 叶尼弗一定同时寄出了两封信 信的内容是一样的 都是分手信 只不过杰洛特没看到 所以杰洛特就不想再跟伊斯崔德决斗了 这场决斗毫无意义 因为叶尼弗谁都没选 但是他也没把这事告诉伊斯崔德啊 让伊斯崔德误以为只是自己收到了分手信 伊斯崔德还在那大喊 拔剑呀你还在等什么 杰洛特说 你想要自杀 你自己去上吊得了 别指望我帮你代劳 说完杰洛特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果然后来杰洛特在床边看到了这封分手信 叶尼弗和杰洛特又一次分开了 哎呀这俩人分分合合 跟过家家似的 主要是他俩之间没有情感纽带 他俩其实都挺想要孩子的 如果要是有个孩子的话 那他俩也就老实了 哎不巧 很快这个孩子就该出现了 而这个孩子的出现 也将会把这两个人的心紧紧的绑定在一起 只不过这个孩子的身份太特殊了 《炼博人》小说的主线剧情 就是围绕着所有势力争夺这个孩子而展开的 那么这个孩子究竟是谁呢 为啥所有人都想要得到他呢 关注好时 《炼博人》真正的重头戏即将来袭